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体育比赛传奇。 据相关消息,北京时间3月29日,中国乒乓球军团的主力结束了近一个月的海外生活,正式从新加坡启程回国。 虽然WTT大满贯赛早在3月20日就已经结束,但按照相关规定,大家不得不在当地继续停留一段时间。 而回国后也要继续进行隔离,的确不容易。 值得一提的是,本月拼弹的国际赛事非常频繁。 月初有WTT阿曼赛,随后WTT多哈支线赛、常规赛、球星赛,一个接一个。 因为3月7日至20日,首届WTT新加坡大满贯赛是中国乒乓球军团的重要任务。 所以,中国乒乓球军团的奥运主力和大部分现役世界冠军都有参加。 最终,中国乒乓球军团包廊五项冠军,真是好样的。 此外,据知情人透露,在新加坡机场,中国乒乓球军团的健将们都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 忙前忙后。 看来,每一次出国比赛都是一次小型的搬家。 因为运动员们要带许多私人用品,以保证自己在赛场内外的,比赛、训练和生活,尽量顺心如意。 虽然中国乒乓球军团的将士们非常劳累,但从相关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显得比较轻松。 在机场等待的时候,还未在一起闲聊了起来。 至于老将许新,因为人气很高,在现场很大方地给球迷们签字,合影。 虽然面戴口罩,但也难掩帅气。 不少网友和粉丝在知道中国乒乓球军团的主力冠军们就要回国的消息后,纷纷点赞和留言。 中国乒乓球军团的队员们都是好样的,我们永远支持你们。 欢迎冠军们回国。 在此,我们也祝中国乒乓球军团的将士们平安回国。 最后,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谢谢大家。